你会有很多幸福的人 满脸无奈地签下行政命令 川普声称 这是过去60年 没有政治人物拿得出来的勇气 让寻求庇护的非法移民家庭 在适当 合法 且现有资源的容许下 一起被拘留 我并不喜欢 这种感觉 家庭被分离 这种问题是一种问题 华尔街日报说 川普的大转弯 标志着某种程度的退让 这在他过去执政的一年多 闲上发声 此前他和他的执政团队一再表示 他们对于这种做法无能为力 只能靠国会两党共同牺手 立法解决 我们和南韩国 和伊朗 美光灯前的川普不会严 美光灯前的川普不会严 包括妻子梅兰尼亚和女儿伊凡卡 都强烈反对拆散家庭的做法 我们都有侧隐之心 但在此之前 川普可不是这么说的 那时的川普团队从上到下都宣称 自己必须从严执法 因为一个没有边境的国家 不叫国家 它是非常强烈的 是因为美国人的负责 美国人的负责 美国人的负责 一走向却悄悄酝酿一场大海啸 美国民众一开始就对分离政策支持不到三成 进一步细救党派 民主党人和独立选民一面倒反对 共和党支持率勉强过半 但也正在观察舆论风向 当最新民调问到 美国是否该继续被称为打卡的 同年住进者暂缓前返手续 也有高达八成美国人表示支持 这也让最先端出 林荣人政策的司法部长赛欣斯 态度明显有了转环 然而来自美国国会的批评声浪 已铺田改地 他们认为这不止攸关人权 也是美国建国以来最重要的价值之一 而国际社会的杂音也逐渐浮现 无论是天主教教宗方极各 只言拆散心死不道德 又为天主教义 英国首相梅伊也说 把孩子关进笼子绝对是错的 英国无法认同 就连美国企业界这回也打破沉默 被指替移民局提供云端计算 及人脸辨识服务的微软 应被视为美墨边境大规模 起离子散的元凶 率先发出声明 呼吁美国政策应该要符合 二战后美国的基本信条 苹果执行长库克也痛批 这种做法不人道 美国商会则呼吁 必须立刻停止拆散家庭 伦敦金融时报评论 这种拿孩童性命当成政治手段的做法 一点也不像美国 前第一夫人罗拉布希 17号也在华游撰文表示 这种儿童居留中心 让人联想到 二战时期的日益美国人集中营 她虽然知道 捍卫国家边界有其必要 但零容忍政策不止残酷 更是有意识的强迫无辜的人服务于伟大国家 但当下川普眼里只有年底其中选举 《华尔街日报》分析 无论开打贸易战或者端出移民问题 都是为了紧抓基本盘 因为民调指出 有三成共和党人认为 这件事要优先处理 川普必须兑现卷举承诺 只是随着人们对于美墨边境 遭分离的移民儿童日益同情 川普也只能开辟行战线 透过推特 对德国总理梅克尔发动攻击 陈柏林的犯罪率正在走高 任由上百万难民涌入 是欧洲犯下的大错 这将彻底改变他们的国话 这一仗川普打得有些灰头土脸 但在公开演说后 他还是热情拥抱了一面美国国旗 今晚有不少人批评 这位总统石敬秀演过了头 但他始终相信 拥抱美国优先会是不败关键